本期课程是由每日中文课官网赞助播出 吊 耳 郎 当 我为什么说得这么慢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这么发音的 大家说得非常快 吊 耳 郎 当 吊 耳 郎 当 快一点 吊 耳 郎 当 我第一次听到吊 耳 郎 当这个词的时候 是在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的老师说我的一位同学 整天吊耳郎当 整天就是每天经常怎么样 整天吊耳郎当 他做了什么老师这么说呢 首先这个学生经常迟到 而且不能按时完成作业 有的时候还找不到自己的书包和课本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特别不认真 乱七八糟的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 吊耳郎当 吊 耳 郎 当 在办公室 老板有没有可能说一个同事 吊耳郎当呢 当然有可能 假设有一位同事 他每天迟到 不能按时完成工作 而且经常找借口请假 就算来到办公室 他也不工作 而是在那玩手机 老板就可以说他吊耳郎当 你知道吗 每日中文课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官网课程平台 成为我们的官网会员 你不仅可以看到 比YouTube更多的中文课程 同时还可以下载管理 每一节课的中文ebook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中文ebook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了 或者我的语速太快了 你需要查询生词 学习关键句型 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 已经把每节课的字幕 编写成了一篇篇的中文文章 在文章里 我们会标注出 关键词汇 核心句型 帮你更快 更高效地 掌握每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还有一个最棒的消息是 如果你加入每日中文课会员 还可以定期参加 线上见面会活动 如果你想成为我的学生 定期通过线上的形式 用中文和我聊天 那么快点加入 每日中文课官网会员 我在那里等着你 非常期待你的加入 然后再继续 继续